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很希望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陶先生25岁 来自江西 自媒体人 陶女时24岁 来自河北电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在一起了 那现在还在江西吗 嗯 还在江西 还在读书是吧 没有 我已经毕业了 然后就在江西那边工作嘛 不放心她呀 这小片里不是说了吗 异性元太强吗 所以不放心了 是 是有一点 就是比如说吧 有一次我闺蜜给我发了一个截图 就是她经常会喜欢玩一些那种社交软件的那种东西 然后她那个截图上面她就给那个女孩点了爱心 那个女孩刚好是有闺蜜 就把截图发过来了 我一看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怎么还能在这种交软件上跟别人点这种爱心呢 而且你有女朋友的人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她 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给每个人都点了 我就很无语 你指的社交软件是指专门的交友软件是吗 这不解释一下吗 因为我是做自媒体的嘛 就有时候要跟商家做活动嘛 就需要认识挺多美女 做些线下的活动嘛 然后那个软件的话也是朋友推荐的 我当时也没有想多就下了一下嘛 然后就是工作 没有说什么约人家出外玩啊 或者是干啥的 你的解释是说 你用这些交友的社交软件是因为工作需要 是这意思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渠道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么一个软件去跟别人交友啊 谈工作那些 还有就是她经常就是背着我 就会去跟别人出去吃饭啊干什么的 就有一次啊 我在家里我闺蜜就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然后照片上面就是她跟一个女的在一块吃饭呢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她 我说你在干嘛呢 我想她如果正大光明跟我说在吃饭 那我也没关系嘛 然后她就跟我说我在打篮球呢 然后我当时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吃饭就吃饭呗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那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这又是为啥呢 那天的话我确实去穿篮球鞋去打球 然后刚出体育馆嘛 就碰见一个小学妹 然后当时的话就也七点多嘛 饭点 就想着就随便吃点饭 结果就被她朋友发现了嘛 就跟她说了 你正大光明的 如果你跟学妹吃饭 你可以说我跟学妹吃个饭 那我也不会介意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在打篮球呢 就是说我是想着就吃完饭嘛 就直接回去嘛 也没必要什么都给她汇报 行 我们就这么听吧 然后她不止吃饭这件事啊 相信是 她还其他那种看电影 就是我过年回家 没有我老家在河北嘛 我就回家了 有一天我哥妹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上面她跟别的女生在那看电影呢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还跟别的女生在那看电影 我就特别生气 当时我就把她给 我发现你闺蜜挺厉害的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她总是被我闺蜜逮着 然后我也不知道 是我闺蜜比较厉害呢 还是她干过太多事 然后我闺蜜就是逮着这几件呢 然后我就还发了个朋友圈 我说单身快乐 咱俩就分手吧那种 后来没忍住 我给她拉回来了 本来一开始把她拉黑了 不是 那你说完单身快乐之后 她有挽留吗 她有啊 她就找我回家 之后给我发微信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她跟别人看电影就是不对 那个看电影是这样的 那女的吧也是我客户嘛 然后刚开始她跟我说 她跟她闺蜜看 然后闺蜜就是说有事没去 然后她就说叫我过去 然后顺便谈一下 我们过几天合同的事 我就想着就去了吧 结果又被她闺蜜给拍了 我当时就觉得吧 她可能就会跟她身边的朋友 叫他们去监视我那样的 哦 而且我就是说有时候玩手机啊 她也会去就偷瞄我的手机屏幕嘛 然后有时候我会离开房间 把手机放那儿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手机的话 就不是我原来放的那个样子 她可能就动了我手机 你心这么细啊 手机放那儿被冻过都知道啊 掉了个面嘛 这这这这一般好像不 不太关注这个事 对 我觉得就是啊 一个人如果在手机里没什么的 他的手机一般都是正面朝上 他可能就是怕我看到什么 所以才这么关注这个手机的 这种姿势怎么摆放 我在加拿大手机乱丢的 怎么可能就会这种 你看人家的手机了吗 我看了 他那个手机里 如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为什么还不能让我看呢 不是有见不得人的吗 倒也没有太多 就是经常发现 他有一些那种交友软件 什么的 他对你怎么样 就除了这样之外 我觉得就是除了他这些 然后对我的那些 就是日常生活上也不够关心啊 然后对我也不太好 比如说我们两个第一次出去旅游嘛 他可倒好 他什么都不管 那些什么旅游攻略啊 订机票啊 订酒店 全都是我一个人来订的 我就是觉得 可能因为这件事 可能对他根本就不重要 所以他就没有想那么多 去做这些 因为我比较出心大意嘛 然后想着旅游啊 酒店啊 去喝啊 就交给女朋友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他的信任 你把这些事情做好的话 我跟着你就行了 我觉得 这就相当于陪伴他 不管他干嘛 我都是陪着他的 啊 就不出力 对吧 我出力啦 行李啊 就大包小包的 都我一个人呗 但是我就是希望你能在这种小事上 能够多在乎我一点 不要让我觉得我什么都是一个人 还有吗 还有也是旅游 我们两个去爬那个雪山嘛 然后我爬到一半 我有点高原反应 我就跟他说 我说咱们能不能不爬了 我真的有点难受了 然后他可倒好 他就拽着我上去爬去 然后让我帮他拍照片 说我们已经来过这了 什么什么的 难道你就是爬上去 你拍个照片 比你女朋友的身体还重要吗 那个是我们去爬玉龙雪山嘛 当时他说他有点缺氧 其实我们那天 带了两罐氧鸡瓶上去的嘛 我是一口没舍得吸 全部给他吸了 然后当时离那个山顶的话 大概还一百来米吧 我就想着我们俩一定要上去嘛 毕竟来都来了 我看他状态也挺好的 然后我们也上去了 也批批批批下来了 并没说不在乎他吧 我觉得他平时就是对我太不上心了 然后因为我跟他以前女朋友也是认识的嘛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会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他 然后就会说他对他以前的女朋友 我就觉得比对我还好 我就觉得我在你心里的地位 难道还没有你之前才的女朋友重要吗 他总是觉得我对别人好 对他不好 我觉得陪伴才是最好的喜欢嘛 我陪着他这么久了 不管他干嘛 我都立刻陪着他 但是我希望你能在这个日常生活方面 对我多点照顾 然后对我多点尊重吧 就有的时候你的一些所作所为 我真的接受不了 就比如说主持人 我有的时候走路会容易摔跤啊 不看路啊 他就会凶我 然后当时我就是女孩子摔得挺痛的嘛 我希望他当时是安慰我 但是他就是没有 他就是会凶我 其实不会凶他 我比较着急嘛 我就属于那种 我不会那种哄人嘛 我就说 好那你就拉着他别让他摔呗 拉着他他也摔 他就跟那种地下有钱他都捡不到那种 那头是仰山走路的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 这个是我个人习惯问题嘛 我以后会改 如果你觉得不怎么满意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这么嫌弃 我干嘛不直接跟我分手算了呀 这话问得特好哈 你们俩留恋什么吧 你留恋什么呀 就是还是有点舍不得嘛 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在一起了也快一年了嘛 如果他能做出一些改变 我还是能接受他的 但是我不确定他能不能为我做出改变 你的留恋是什么呀 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嘛 其实经历了挺多事情的 我觉得他长得也挺漂亮的 也落落大方嘛 我挺喜欢的类型 然后刚才去那会儿 就我家养了一条就五六年的狗嘛 然后就走丢了嘛 他就陪我找二十七个小时里面 可能就二十个小时在找狗嘛 找了一个星期就那样 特别累特别困难 我自己都坚持不下去了 然后去他鼓励我 然后把那条狗找到了嘛 你舍不得他是因为通过找狗这件事 你看到了他的靠谱 或者叫实在是吧 所以今天你来要干嘛呀 我就是觉得他可能有点不太信了 我就想像我们刚刚开始在一起那样 让他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就开开心心的 而不是互相猜忌啊 你是想寻找在爱情当中被失落的信任 是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是怎么帮你们分析的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董 在他的心里 你只是偶尔被需要 从来没有很重要 你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空窗期 陪伴他的人而已 关于旅行那件事情 其实 你不能怪他不用心 因为他心根本就不在这儿 后面的零零碎碎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一个当侦探的闺蜜 这个闺蜜总能拍到 我告诉你 这是概率性问题 拍到一次 就意味着前面发生了无数次 乘以十 乘以百 来计算 所以我想问的是 当你的闺蜜拍到他 在交友软件上和其他异性互动 出去吃饭 看电影的时候 你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 我当然就是质问他 然后呢 听他的解释 然后也没有说太想去针对他这个事情干嘛 还是选择原谅他 对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 毫无底线的纵容和原谅 毫无原则的处理感情问题 这样的爱情都是烂尾楼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重新地去构建自己的精神的青春的家园 这个男孩我没有说他完全不好 只是他不喜欢你而已 他就玩他自己的好了 你不要去管他 有些人不值得 有些事没必要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从我的角度我看到这个男生和三个女人的关系 第一个是小师妹 你跟他吃饭 如果你觉得吃饭是正常的 你也告诉了你的女朋友 就说我跟小师妹偶遇吃了个饭 那么你的女朋友也可能不会怀疑 而你恰恰选择了是说谎的方式 来掩盖这个事实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自己本身认为这样就是不好的 所以你才去掩盖 第二 你跟客户去看电影 掩盖的更踏踏实实 如果不是被拍到的话 可能这个事就不来老之了 第三个 和你的前女友 拿前女友和现女友做对比 这三个女人的故事 它就是一个种子 对于你现在的女朋友而言 她会觉得你根本就不重视她 或者她自己觉得你不够爱她 于是后面的问题 也不过是这个种子结出的各种的症状 因为当你们的信任感没了 她会延伸出各种对你的不满 你后面做的多好都没有用 其实大包小包你也干了 那养一瓶你也不敢也不舍得吸 等等等等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感情这个东西啊 最主要的是 在情感层面上的连结和信任 如果没有了 后面就会延伸出各种各种的问题 如果你继续想和她走下去 这个问题人家在乎 你自己也清楚 那真得改 另外从你这个角度讲 男孩他其实有他的优点 但是你不断的去挑他的毛病 挑着挑着你会发现 他的毛病会慢慢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就是他做的好的地方 你被忽略了 忽略以后呢就被消失掉了 做的好的你根本没有赞扬和认可 做的不好的你总是点出来 过多的去挑别的毛病 忽略了他的优本 这也是你的问题 我看你有点太过于依赖他 他对你照顾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好 你就会觉得他对你不关心 但是别忘了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自己来做的 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余老师 关于你们的感情我想说三点 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说你们相处的方式 其实举一个例子拿你们爬山的事情来说 我觉得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委屈 男生觉得我 想带你去这么高的地方看风景去留念 我真的是因为希望我们两个留下这个纪念 可是女生说我这么辛苦 我不想上去 我难受你还要带我去 所以各有各的委屈 所以谈到情感的相处方式 如果想让两个不同的人融合在一起 只有设身处地去替对方着想 当你能换个角度想到对方的感受的时候 自己就不会那么委屈了 这是其一 其二 刚才主持人问到说 你们留恋的是什么 女生说我留恋的是她过去曾经的好 一段感情我们去衡量她的时候 过去是一个参考值 但是今天的感受和对明天的期许 才能支撑我们向前走 如果我们今天的感受很不好 明天的期许没有任何指望 这一段感情何去何从 其实心里应该明亮 第三 爱情是排她的是唯一的 若水三千只取一票 你心里对很多女孩子都有好感 无非是她可能排在最前面 但是真正的爱情是我的心里只有她 所以男生对女生只是喜欢 不是深爱 所以综合这三点 我并不看好你们的感情 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面对 已经理清了思路的一段情感面前 及时止损 彼此祝福 谢谢 你的闺蜜怎么那么闲呢 她怎么可能发现那么多蛛丝马迹呢 真的只是偶然发现的 而且是不同的闺蜜发现的 为什么要等待一个人改变呢 如果你要求她改变 那你问问自己 你能改变吗 如果你一直是一尘不变的样子 总是要求对方 你要向我的方向靠近的话 你不变 怎么可能引起她的变 很多女生总是走到两个极端 要么就一直抱怨 要么就一直付出 永远宽容 两种都是不对的 如果你只会抱怨 就像于老师所说 你抱怨的多了 男生自然会离开 因为他没有价值认同的 做好做坏是一个样 你都是抱怨 你都会鸡蛋里挑骨头 于是干脆我就不努力 还有一种就是 一味的包容 一直付出 这也是让男人没有正确的认知 因为我做的再差 你还是会在原地等待 你说他为什么要改 他改与不改 你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首先是你自己要变才行 你要拿出自己的态度 你与其等待别人改变 不如自己先改变 别人自然会顺应而别 问一下男生 每次放手机都要特意这样盖着 你累不累 你说实话 那你为什么要去干这种事呢 很多事情你不妨坦诚地掰开来 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 一颗心定在一个女人身上 你就直接跟她说 要不然你就别谈恋爱 就这样 谈了快一年的恋爱了 你觉得这爱情的热乎 这儿已经过了 你又开始寂寞了是吧 那干嘛要吃饭啊 那干嘛要看电影啊 为什么你要做那些 你认为也不好 他认为也不好的事 最后的决定你们来做 尤其是男生 把想说的你说出来 到底是为什么 就截止到今天 其实还是没有坦诚地说真话 就是我为什么会经常被你的闺蜜 拍到这样 至少给一个真实而明确的说法 别噎着好吗 好 其实吧 跟你在一块这么久了 就一起爬水山 然后一起去潜水 真的 很多都是我的第一次 我肯定会改掉 然后换一个层次 我们去别的地方 我也不做这份工作了 就 也不会有那些异性缘 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在一起 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想 是不是就是 我对你管得有点太严了 就是吃个饭啊 看个电影这种的东西 我觉得会不会就是 我拿这个问题放大了 我有的时候也在思考 是不是我活得太美 我自己了 眼里就是都是你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在想 如果你能改变的话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我肯定会改变的 一人请教一个问题 请问 在哪个城市 只有这么一个女人 而没有其他的女性 如果我找一个就是上班的工作 就每天遭九晚五的话就可以 就没有女性了吗 就 这就叫改变吗 至少就不要让他有那种猜想吧 你心里面真的住进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普天之下就那么一个人了 所以你要让他住到你心里 而不是形式上的 什么换工作换城市 换到哪都一样啊 你真的觉得对男朋友要求 你不跟别的女性单独的吃饭 看电影 这要求是个高要求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反正供你们思考这些问题 喝 来拿一下吧 一个键盘啊 你铲 这背后是什么记忆啊 男生为什么放一把铲子呀 呃 因为我们南方嘛 这个家家户户都有的铲 就我们那边叫铁锹嘛 我就想着 以后如果我再犯错的话 他就这个敲醒我吧 哦 女生这个键盘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 还是分手了的话 那我就是 希望这个键盘能替我陪着他吧 然后如果是在一起的话 也可以就是给他用来打打字啊 什么的 可以对他有点用处 哦 这是一个有威慑力的 当你在社交软件上 准备干点什么的时候 呀 这是我哎 你们俩真是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请开门 哈哈哈哈 我在翻楼 你就敲我了 你得自律 自律 不是用别人敲的 你呢 给自立 行 有请 有请 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 成员前我们就见证 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浪漫时刻吧 来 请见证 以后 我们再也不会办公了 好 跟你在一起 谈论 我爱你 我爱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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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医生啊 坦诚很重要啊 如果你们还愿意继续的去尝试一下 都坦诚一些 好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接下来了解下一位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接回了三十多年了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两个总是有矛盾 她的工资卡不给我 我想出钱吧 给女儿买套房子 她也不同意 她只顾自己享受 不管我和女儿的事 我们两个人总是为这件事 总是吵架 我认为我们到这个年纪 该享受就享受 不要在外人里操心 但她总是不能理解 关于工资卡等问题 我也有很多话要说 我认为我说的 没什么不对的 她现在种种行为 让我越来越想不明白 她心里到底想的是谁呢 今天来个短蓝 就想让大家帮着我 吞起吞起的这件事 该怎样解决 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64岁来自山东工人 刘女士64岁来自山东工人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您两位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39年了 过去39年的工资卡 都在您那管 是吗 原来一开始我管啊 管了不长时间 她就给你拿过去了 哎呀为什么呢 因为她偏心 过年过节哈 给她那些亲亲 买东西啊 花钱花多 对我母亲买东西啊 她花钱花多 哦 哎说说 从那以后 这个工资卡 我也不给她来 哦 另外我们当地吧 还有这种说法 爹姑娘有 不如自己有 老婆孩子 不如自己钻子 哎呀 这不是抠门吗 你们俩是不是经常 会为这个事争执啊 对 除了为这个事 还为啥事来啊 为了姑娘买房子的事 哦 说说姑娘的房子吧 姑娘吧 生了二胎以后 她爸就进行买个房子 这些年吧 她一直和婆婆公公在一起住 啊 你说没毛钉吧 这是不可能的 她就想吧 买套房子 我就给老伴说 我说咱爸哈 就这么一个姑娘 咱给她资助点钱 给她买套房子 她就不愿意 哎老师我跟你说 这个事我给你解释解释 哦 我这个姑娘 她都车压里下来 我觉得姑娘 这个孩子就是 你管她小 我不能管她老 她想改善房子 让她凭她自己的本事 去创造去 哎 自己更生 你别光依靠老的 说另外呢 我这个住房问题啊 我还挺犯难的 我和我老伴 我们一共两套房子 她一套我一套 啊 我早就跟她说过 我说我们 你把这两套房子买了 嗯 买了之后咱改善一下子 住个大点的房子 挺好挺好 原来年纪越大了是吧 该享受就享受吧 啊 我给她商量 这个事她就不通议 哦 为了这个我们两个人 整天发生争执 这有啥好吵的呀 嗯 商量吗 商量不成啊老师 哦 商量不成啊 行那一会儿让 那四个老师 给你们商量子 还有别的事吗 这就是看孩子 我这意思吧 当姥姥也看孩子 他就不让看 那意思当姥姥的 没必要看 人有奶奶有爷爷 哦 对 她说这个事我我我 我给你解释解释 啊 我姑娘有了个二代 她呢 想怎么看这个老二 我不同意 人家她有她爷爷奶的看子 你说你干什么呢 哦 您觉得都管闲事 哎 嗯 那还有什么事今天要说的 这就是 出去旅游去 出去旅游 他出去旅游去 三天他都不跟我说 气得我 你都不知道我在山山 我怎么过的 哎 这个事 这个事你不能怨我 就是你知道 我给你解释这些事啊 啊 我们这些人啊 都不是都退休了吧 啊 退休以后再一会儿打盘啊 我们当中有一个朋友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 现在春暖花开的 啊 上铁山玩玩去 呃 但是呢 我这个伙计呢 他呢 还给定了个规矩 他说什么呢 出去玩家 不告诉老婆孩子 这什么规矩啊 就不带老婆孩子去 你不带了 和不告诉是两件事吗 他说什么呢 咱不告诉老婆孩子 为啥 告诉老婆孩子 他说事要多 托你的后腿 哦 他说什么呢 咱那花带一块呢 哎 愿意大盆就大盆 愿意喝酒就喝酒 愿意吃肉就吃肉 怎么玩怎么吃 哎 咱不听老婆孩子的 哎 结果怎么那一会儿 心血来炒啊 还真走呢 谁也没告诉家的 没告诉家的吧 到太安之后啊 住屋里馆了吧 他说的是不让带老婆孩子这个人啊 他偷偷摸摸上一边去 给他老婆打电话去 我让我一看 你这个伙子怎么不相信啊 你发起的 你说的 你给定的规矩 你偷摸摸上一边 给老婆打电话去的 哎 我让我一看 你打吧 我让他打 都打开了 哎 这一打了不得 我那个老婆 打电话的就和我打起来的 哎呀 埋怨啊 我能不埋怨你吗 你在外头玩成字 我自己在家 你多难过我自己 再点会儿 我吵起来摸完了 那对啊 你这么大的人 你走的时候都不跟人说一声 哥谁谁也生气啊 哎 这是旅游的事的吧 啊 他有一会儿喝酒的事 哎呀 他喝了 他喝酒老师 他喝酒那天晚上 他出去和那 活泵沟游出去喝酒去 喝酒回来晚上的十一二点 哎 喝酒醉醉醉的 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有脱有鞋的 你的朋友管你吗 谁管你啊 不管 是我管啊 对对对对 我能不去的话吗 你正前出去喝酒去 你不如出去打打工去啊 你正在前面的 天不天不散的孩子 哎 老师你说这个 喝酒这个事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 是怎么回事 南西南吧 有个风序 你买了新房子 装修完了之后 亲朋好友 上你家去煮喝去 这一煮喝就叫文菊 啊 是你干嘛 就是喝酒啊 请喝 那那晚上六七三钟 你开始喝 一直喝到十点了吧 哈 我就想走 结果有一个伙计啊 他原来说的是 也是六七三钟 上那一块儿来喝 结果他家有事吧 他耽误了 您这伙计都不太靠谱啊 这伙计 他来得晚了啊 我一看他来了 我又想走 我那个伙计说什么呢 他老李啊 你要是走 他你就是看不起我 哦 他讲我的军 嗯 你说怎么办 你管老公朋友年子 你不管你老婆 哎呀 这就喝了不得了 喝了晚上十二点多了 哦 也就说您现在这退休生活 还挺滋润是吧 哎呦我现在 大牌喝喝酒 旅里游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再跟老婆吵吵架 吵架呢 我是本身 我是不愿和他吵啊 他记得我没办法 我那意思是什么呢 你啊 别管老婆这些事 哦 又是看孩子 又是打工 哦 还打工啊 哎呀打工啊 你们现在还打工啊 我要求他打工去 要不他管那些 朋友在块儿出了喝酒 就打破 你听我说啊 嗯 我就觉得什么呢 好不容易退休了 是吧 孩子这个工作也稳定了 我现在我没压力了 你说我还出去打工干嘛呢 对吧 该相守就相守 我现在多事啊 早上起来大铺子 又不去下上去 等会儿回家吃饭 吃完饭以后睡一会儿 下午起来 上厨房 是吧 看看报纸 看看书 哎 多潇洒 是是是是 对吧 你想不开他 你干啥潇洒的 你不顾忌我呢 我还顾忌你 我的话出去那一会儿 说我带着你 是吧 上工院 他去做关闲事 人家那个垃圾桶啊 人家不往里拽 人家拽地下 哎 他上去就说人家去 他竟多关闲事 不是有功德心呢这是 哎呀 他就说人家 不是有正义感啊 你看 我翻了 以后再出去 我可不带着他了 哦 哎 你就应该 往你出去打打工去 你别管喝这些 红红光油 这块喝酒 你打打工 都好呢 今儿谁要来的呀 我要求来的了 您要求来干嘛呀 我要求来挑战挑战 就是往你他的公子卡 以着他掌握着 让他把公子卡 说出来 哦 如果他要就不给您呢 就不给我就不好好 给他过来 就不好好过了啊 问问啊 这么多年三十九年过来 这媳妇怎么样啊 她反正是够厉害的在家的 反正后来也快脱钩了 脱钩了 嗯 为什么快脱钩了呢 她太强势了 你不是三十多年都强势 你怎么突然就想着造反了呢 你 嗯 原来我那个我那个 我挣钱比他少 我现在我挣钱比他多了 我 我要点赢了 哦 等于退休之后 把财权就紧握了 嗯 就要自由的人生了是吧 对的 还要跟老婆脱钩是吧 脱钩 反正是 他要是再把我比起劳烦 我就要那一步呗 哪一步 比起劳不行就拜拜呗 等于他退休之后 他觉得生活好了 所以他愿意既自由也享受 嗯 但是您觉得您在生活里 还是有责任的 所以您还想尽您认为的那些责任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是个难题啊 三十九年的夫妻 六十多岁了 都有自己的人生阅历 都对自己的老年生活 是有规划的 现在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还有舍不得 嘴里说我要脱钩 其实都舍不得嘛 怎么办 你们帮着调一调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文卷 网费心神空计较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大叔大妈 我来给二位说道说道哈 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活到这一把年纪以后 两个人都越来越自私了 大叔 钱得揣在自己的兜里 我得出去玩 出去喝酒 出去乐呵乐呵 您把所有的爱 都投射到了自己的身上 大妈肯定不同意 说我不自私啊 我都是考虑女儿的对吧 考虑这个家的 你怎么说我自私呢 钱在您管着的时候 得先往自己娘家这边 多划了一点 对待先生 把爱全部都给到了自己的孩子 这都六十四了 还出去打工 刚才从那走上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旁边两位老师说 我说哎呀 腿脚不是特别利索啊 是吧大叔 为我做过手术 身体还不太好对吗 嗯 所以还要去打工吗 前面我讲到 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大妈 孩子的事情交给他们 你们两个其实四大核心问题 房子 票子 孩子 乐子 我们先来说这个房子 咱们到这个年纪 就是应该享受人生 我是同意您的观点的 而且将来百年以后 所有的财产 你们就这一个女儿 肯定全部都是她的 对不对 但是当下 在未来的日子 我觉得你们两个更应该有一个温暖舒适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是赞同大叔的 就应该好好的再买一个房子自个住 这是第一 第二说到票子 你有工资吗 有 好 你全让他交给你 不可能 我的意见是 把两个人的工资放到一起 合并在一张卡上 所有的固定支出 比如说给父母的赡养费 平时的生活娱乐开销 家庭的开支 全部每个月拿出来 剩下的钱放在一起 两个人都同意 这个钱才能动 六位书密码 你设前三位 你设后三位 好不好 反正钱都是大家一起的嘛 对不对 您同意吗大叔 算是争取了啊 算争取了 第三点 孩子 孩子如果人大妈愿意带 姑娘又同意 我觉得对于她来说也是享受天伦之乐嘛 所以咱也不用过分的要求 也不用您带 也不累着您 所以这听大妈的 行不行 最后乐子是最重要的 老年人在一起 应该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吃饭 彼此陪伴 彼此温暖 彼此依赖 好吗 这是我给您二位的建议 祝你们永远幸福 安度晚年 谢谢 现在大叔的话说挺多 但是你们能离得了吗 吐得了沟吗 我看呀 吐不了沟 如果年轻的情侣 吵来吵去非常常见 但为什么过了三十多年了 两个人怎么还在吵呢 从表面上看 两个人的三观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发现有好多三观不合的人 人生活的也很好 为啥呢 俩字 默契 什么叫默契呢 我呀 给你们做个示范 我让那个作文老师来配合一下我好不好 我来说下游戏规则 咱俩玩个游戏 咱俩搬手腕 谁赢了 谁赢一百块钱 输的不赔钱 我们来示范一下 好 我赢了 我拿钱 你赢你拿钱 可以啊 哎哟 这我输了 我们常见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就这样的 他想赢 然后我呢就被粗败了 我觉得很难受 下一次 我想办法我得赢回来 这样的话呢 各自为战 但是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玩法 来你赢一百 来我赢一百 你赢一百 我赢一百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两个人在三观复合的时候 一定会有各自的意见 但没有关系 默契是什么 这个事 我有我的观点 你有你的观点 但这一次 我妥让一下你 妥协了 下一次 哎 你再妥协一下我 那就是双赢 默契 就是这么生长的 如果都坚守自己是对的 那最后两个人就是越走越远 我又回到刚才左颜老师说那话 六十多岁了 我问一句 您做手术的时候 谁照顾您呢 哎呀做手术那当然是他的 哎行啦啥话别说了 到这个年龄了 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直健康 老了一半 彼此是有牵挂的 真的有点疼疼脑热的时候 你看谁照顾你们 子女有那个心 有可能都没那个时间 所以你们根本就分不开 但是我希望 刚才我和左颜老师这样的互动 能给你们一点启发 商量好了 五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我让你 第二个矛盾你让我 让完了说成谢谢 这才情感的 交流 好吧 谢谢两位 好谢谢余老师 我们都是少年夫妻老老伴 这个道理谁都懂 就你们俩刚才顶着牛说 我实在逼我不行了 我脱钩 完全脱不了 您别那么着急说 哎呀你刚才出去玩三天 把我扔在家里 我这天天怎么过的 我难过死了 没那么严重 你把他放出去两天 他就知道回来了 他又知道头疼脑热呀 生个小病啊 靠谁呀 朋友 靠不住 不是朋友不讲义气 这个年龄啊 朋友 都自顾不暇 只能靠爱人 所以如果阿姨您要是 想要把这个家庭稳固 想让他听您的话 也特别简单 你就晾着他 他玩两天就回来了 他离不开你 因为退休没有几年的时间 他终于觉得我也不用照顾孩子了 也不用忙工作了 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我觉得阿姨您可以给他一点点空间 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朋友来说 真的自己的小家庭远远重要于孩子们的家庭 因为他们已经独立了 你们应该把时间 把精力 把钱 留给自己 老师们不也都劝你们阿姨 所以这点上您要调整 放手让孩子去吧 你们两位好好过 好吗阿姨 谢谢了 出一个小招 他要如果再出去玩 他出去喝一天大酒 回家让他干三天活 您什么都不干 他再出去自来留不带您 回来干一个月的活 您啥都不干 我圈您的老师 还要不干你就饿着他 对 叔叔加油啊 得多关注老伴 要不将来一个人可怎么办 谢谢 大姐 我觉得每个人衡量自己对孩子 对长辈 都只有四个字 就是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利 但你也要尽你的义务 你对孩子尽到了义务就可以了 你甚至应该开始行使权利 就是他们要赡养我 而不是我再给钱给他 你对你家里的人 你对你的长辈 只要他们现在还健在 你有你赡养的义务 你只要尽到义务就可以了 而唯独对于你的爱人而言 却不是简简单单的权利和义务 四个字可以说清楚 孩子始终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这个是跟你相依相伴的人 你要真的爱他 你应该把剩下来的时间 拿去跟他一起分享 你想开点 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是你这么些年来 穿的最好的衣服吧 没见过你穿这么漂亮吧 穿的衣服什么感觉啊 很高兴啊 该出来穿漂亮就穿漂亮 不说你要奢侈浪费 你应该享受享受 对于您来说 我是支持你享受自己晚年的 但是他的那种 对孩子的感情 不是短暂之内就能改变的 你可以有所保留 你的钱可以都贴孩子 只要你想贴 只要你舒服 但他的钱可以留给你们俩人 一起去浪漫 你要是想带孩子 咱们可以说 周末把孩子接到家里来 两人一起带孩子 另外其他的时间 都属于你们自己 别太过分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要活的只剩自己了 好吗 就这样 我们其实今天 因为两位的到来 就大家突然发现 你在碰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就涉及到家庭了 既有代际关系 也有夫妻关系 大家其实开了几个方子 总结一下啊 第一 到了这个岁数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生活其实都有了各自的主张 请尊重彼此 要尊重老爸 走哪跟老爸打个招呼 对吧 您也得尊重先生 钱别管得那么死 第二个原则 分寸 对女儿的爱 我们可以理解 要有分寸 别极端 您那个极端了 一脚踢出去不管了 您这个也极端了 我还给你安排房子 安排那个 不是 三十九年了 谁是什么脾气都了解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争吵呢 好好过日子去吧 开开心心的啊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俩啊 说点心理 我觉得这结婚十几年了 应该咱俩还是和睦相处吧 别再吵吵闹 今后咱有什么事 好好上上来啊 我也希望你对女儿对我 对这个家放在心上 别老是自己 其实我信的 你自己能做到吧 我能做到 我信的没变 我信的有你 有孩子有家庭 只不过是咱年年大了吧 受惯闲事 收槽琴 收给黑的铁麻烦啊 就我您的所抖 哎 收给黑的铁麻烦 我这是想法 来 希望您能力竭啊 好了 哇 来来来来来 这这都是老物件看着啊 嗯 这是啥呀 大姐放的是啥呀 那手绢 哦 百年好合 嗯 是结婚时候的手绢吗 哎 是 哇 那个呢 您放的是啥 那钱包 啥钱包 结婚那时候 我没登记的时候 他买的 哦 三十九年一直 一直用的 后来摸得挺厉害的 我就没得用 但是我没设得拆 哦 哎 因为我一看了个钱包吧 我相信当年 我老板对我那片情 那片爱 哎呦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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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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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你你你没打开那钱包 看里面有没有卡呀 有卡吗 假的 好了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请回 哎呀 所以这个 有记忆的物件 可能能让他们 勾起太多的东西啊 来请关门 姑 请开门 这拖啥勾啊 来来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接下来我们见证 这对爱人的大麦诗歌 老伯你以后啊 要盖给你这个火瓶器 其实我还很关心 很爱你 我给你带上了 老伯了 我给你带上 来来来 送给你二位 好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祝幸福啊 请回 请回 谢谢 好 可能在三十九年当中 有太多的争吵 争执和不和谐 但是真的走到三十九年 站在一起 还能有这样的心思 说我们还要好好过 还为了更好的生活 去奔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浪漫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有网友提问说 结婚一年半了 老公比我小一岁 他太幼稚了 从来不为我着想 不会换位思考 也没有惊喜 没有浪漫 我感觉好累 不知道这段婚姻 还能不能维持下去了 相信结婚前 他也大概是这样一个性格 成熟不是一夜之间能变的 更不能寄托于结婚一夜之间 让他变得成熟 成长是一个过程 所以在婚前不介意的 为什么在婚后 想要急着让他改变呢 祝你幸福吧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